向山港大桥 今天这个海水怎么样 看一下 600米处有运区伪彰拍照 上次来这边的海水还挺好看的 雨有点蓝色 现在又来到了向山港大桥上面 去向山 我们上回不是在向山师傅吗 前辈说没吃到老太婆前面 所以我们今天也不算是专程开车过去 因为那边还有一个古镇嘛 顺便就一起玩一下 吃一个面 那三十的吗 两碗三十的 面 一碗粉吧 你会一碗粉 你的数据啊 六号 六号啊 好 生意太好了吧 里面啊 也是做满的 外面也做满 这比我想象的生意要好 嗯 不过现在也是刚好又吃完 吃中饭的时候 它到下午的两点多 有你自己去拿的 对 这是你的 对 我都是面 你的是粉 我们点的是三十元一碗的 全家福 什么都有 吃饭就没有面 都是海鲜 这个 确实便宜啊 他们这个价格 怪不得声音这么好 就是物美价零 怪不得有这么多人来吃 而且很多当地人 你看我跟你说里面什么 滑皮虾 活皮虾 活皮虾 豆腐鱼 黄鱼 蒼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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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带鱼 还有一些鱼碗 对 这个真的是三十块钱 真的是良心价 良心价 真的良心价 很好吃 很香很香 我跟你说 他这个面里面就加这个大排汤的 真的是太棒太棒太棒了 都是我喜欢的 这个又是宁波有一家就好了 三十块钱真的很 好 很鲜 能不鲜吗 这么多海鲜堆在哪里 这个就是正宗的钢鱼馆 我觉得是吧 嗯 大家有机会来这里的话 一定要来尝一下 他真的 我觉得是真的 眼睛看好水 就很过瘾 对了 我们这两碗是老太婆 海鲜面的老太婆 就是那个老板 给我们煮 他就是一碗一锅 不是很多拼在一起 这个是昌鲜鱼 吃这个肉很新鲜 不是说那种冻锅 就是新鲜的 我也吃出来了 嗯 我吃一下这个待遇 你吃的时候小心一点吃啊 上次吃面就卡住了 喉咙 还疼了一晚上 也不错 真的不错 他这么多人吃 他不可能放很久的那种 对 如果不新鲜也没有人来吃的呀 哪头也就两百多米 嗯 这是仙道要眉毛 你看 我们从排队到吃的快差不多了 人气还是有优机 嗯 就吃起来有点麻烦 吐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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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起来不一样 吃饱了 吃了刚刚这些 嗯 我差点烫着把火掉 他这里有鱼 卖咸鱼的 鱼干的 这里就像一个市集一样 菜市场 对 走我们现在去海边逛逛吧 吃饭了 你多懂什么 我怕你